科建民大失言 再聽一次前後怎麼說 再怎麼樣也不該拿傷個月 造成多人死傷的花蓮大地震 作為政治攻防的語言 逼得科建民親自道歉 鄭總統表示道歉 這不是如果讓人民覺得 聽了不舒服的話我願意致歉 你應該要請辭總召 你應該要請辭下台 我講老天爺有人就發言地震 讓我們國會改革的法案 能夠再往後再脫掉 往後處理請不要誤解 也不要抹黑攻擊 不要做不動連結 所以請起大家不舒服 我也認了 就道歉 賴清德黨主席 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把這些腐敗分子租出國會 科建民說花蓮大地震 老天爺有眼是失言嗎 常年蹲點花蓮的蕭美琴 也沒辦法挺下去 只是綠委過去八年習慣碾壓在野黨 現在國會考驗三黨進和 被稱為行走憲法的科建民 似乎只能刷刷嘴皮 如果行責過輕 我們應該是修的是刑法 負操他既然會講法律 這個划真相打擊 不當行為也好 你們都會加重其刑 而不是在這裡下犀下犀 我規定很清楚 途遇他人是五到十五年的 就連號稱要天天假動的民進黨 居然在表決時人媒到齊 不只在國會殿堂上撒野 也在災民傷口上撒鹽 記者張陽昊 郭欣揚 台北報導 有關 有關 都有關 有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